今天带你们拍个新车 这个品牌被称之为价格屠夫 而且今天拍的新车也是刚刚在巴黎车展上完成了首秀 是谁呢 咱进里边看看 看着还不错 走 这颜色饱和度可以啊 还用了一个隐藏式门把手 你们再看这个位置 惊不惊喜 开不开心 意不意外 没错 就是我身旁的林袍B10 它是Leave 3.5架构的B平台的首款车型 而且在25年的时候一共会推出三款车型 包括这辆车的定位其实就是紧凑型的SUV 能从它的尺寸来看的话 车长应该是4米6左右的尺寸 包括整个造型的话依旧延续了家族化的设计语言 但是在它身上有一些细节部分 所以咱们来聊一聊 车头最大的变化就是 它采用了目前家族第一个分体式大灯的设计 而且它的贯穿灯弹你看到了吗 并不是一体化的 而是说有这种层次感在里边的 所以说设计师还是有一些小心思的 头顶激光雷达说明它是具备高阶支架能力的 门边框以及外后巾外壳都是采用这种黑化处理 整个壮色搭配我觉得非常符合年轻人的视觉审美 轮毂一定是侧颜的关键 显然这个18寸的双色轮毂是深得我心的 包括轮胎尺寸22550R18 是兼顾了运动和舒适性取向的 但你要注意了它这个轮胎的品牌 不一定量产车上会用到 因为这是一个试装车 侧面最后一个细节是根据它高阶支架模块摄像头 做的一个双腰线的处理 我觉得这个小细节也容易让你记住它 除外有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就是它上面有一个摄像头 一看这就是流媒体后入镜的摄像头 但是这是一个高配车型 所以低配车型应该是不会配备的 第二个细节就是它的贯穿式的灯带 你会发现所谓贯穿式肯定是连在一块的 但是呢中间做了一个断层处理 这个小细节的话 也是为了让你在路上拥有更高的辨识度 那接下来咱们去车里边看看 今天不让看 所以这个视频拍不了 关于外观 基本上信息就是这么多 关于它的颜值的话 一到十分 你给几分 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好 那关于其他信息的话 其实今天我在底盘的部分 我是拍下去看了一点的 是前麦夫逊后多连感的熊块结构 在10到15万价位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主流水平 具体还是要敢调教的 关于内饰 虽然今天看不了 但是网上看到的叠照信息 基本上打差不差了 应该就是两块屏幕 但是呢尺寸应该是会有变化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时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它的任何问题 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好 我是嘉欣 祝你升职嘉欣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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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